嗨 大家好 我是鞋底 我跟小鼠哥现在是在宜宝的汽车总站 我们11点钟就过来了 我们心想能买个12点钟的票去槟城 结果他说只有下午3点钟的 所以说我们就在这等了三个小时 刚好用这三个小时时间充充电 上上网 工作工作 把未来两天的活干了 在网络比较发达的国家 干活效率就高 好了 我买了点面包 那我们就先进去吧 马上要发车了 我们俩就先进去 这里就是宜宝的汽车总站 我们现在正在后车大厅这边 车来了 车来了 就这辆车 super nice 超漂亮 就这个 对啊 这个真的是豪华大巴 你坐2B还是 好了 恭喜你2B 发车 发车 这个车确实舒服 两个背架 USB通电 它这个座位真的是超宽 超大 就这个车可以把这个座椅放得非常倒 非常舒服 就是坐150公里我都觉得亏了这车了 这车都没到500公里那种长途 好了 先睡一觉 150公里啊 就到槟城了 上个桥还有点堵活啊 上一次啊 我是骑着摩托车过的这个桥了 这天气挺给力啊 刚还下雨的 现在就出太阳了 对面就是槟城岛 我们现在走的是老桥 也就是一桥 13.5公里这么长 建于1985年 我上一次就这样子 骑着摩托车过来了 看那边那边那边还有一个 跨海大桥 是新桥啊 也算是二桥 建于2014年 大概有个24公里那么长的 中国港湾搞的 我想起来了 我上一次啊 骑摩托车 你看就这样 我就停在这照着个像 然后摩托车倒了 把后视镜给摔坏了 我还换了个新的后视镜 到了槟城倒了 先去车站 有一个大哥 在那边接我们 OK OK 我们已经是到了 槟城岛上的车站 一个马来西亚华人大哥 蔡大哥 他在外边等我们 这就是槟城的巴士站 不辛苦 不辛苦 你在这等久了 不不不不 先放行李 这是蔡大哥 我们两个认识整整一年了 一年了 对啊 然后我就说一直没有什么机会 再回槟城 没想到这次是刚好一个机会 走走我们先上车 先上车 好 好 走 你抽完 你抽完 好了 我们现在坐上 蔡大哥的车 我们先去吃饭吗 吃晚餐 对对对 好还行 已经6点了 我跟你说 我说我坐11点那班车 那我11点多出门呢 我心想他这个班次不得随便坐 结果他跟我说三点钟的车 我说你别着急了别着急了 你自己干啥干啥吧 别等我了 这个我这三点钟到了 还不知道啥时候呢 其实还蛮快的 今天 对 因为星期六礼拜天 你会塞车 往冰城这方向 塞车转 今天还可以 今天没塞车 是个旅游区 对 哎呀 现在我们是到了 冰城渔人码头 现在吃个饭 冰城跟厦门很像 姐妹城啊 对啊 都是一个岛 哎呀 上一次啊 我是一直在古城里待着的 就没有来这种比较local的地方 好多人啊 这么早来都没位置了 这个 果然是个码头啊 那边就是冰城大桥 这就属于本地人吃饭的地儿 这个点都算早的了 你看这边座位啊 都基本坐满的 我们是好不容易啊 才找到一个座位啊 就是来马来西亚嘛 肯定要吃一下这个肉骨茶了 这里居然还有柳州螺蛳粉啊 这个 这是脆皮烧肉啊 猪肉 再来上一份 OK 他们这边也是扫一扫付款啊 二维码扫一扫付款 这是大V橙汁 我们自己拿就好了吧 是吧 来来来 碰一个 这是一公升的橙汁 你要对比一下 刚才喝那个奶茶就不算什么了 哈哈哈 你快快快 太猛了 太猛了 来来来 哈哈哈 这个喝起来确实爽啊 这个 真的把这个喝完就装了一公斤进去啊 这个 不加水的 对啊 冻块的啊 冻块 我们先 我们点了 我们点了几个肉骨茶 先喝下这个肉骨茶的汤 还有点了一个干的啊 干的 干的 这个汤是可以加的 对 这就是干的肉骨茶 OK OK 哦 先垫 垫一下 这个这个真很辣 看他吃一点点辣的 我吃辣不行 我来尝一下这个干的这个肉骨茶 它这个干的就更像一个砂锅样子 它有这种重要的味道 非常下饭 嗯 先看两碗饭 好像中午就没吃 辣椒确实是挺爽 试试一下 嗯 咬了吃啊 这个闻都能闻 哦 我这个咬了一口 我舌头我都觉得有问题了 哈哈哈 我现在吃辣一点都不行 嗯 这个就是脆皮烧肉啊 这是更下饭了 不怕肥 嗯 我是没问题啊 吃这个 我今天量了一下我才有60公斤了 哦 哈哈哈 这边有卖青蛙的 今天晚上又是火烧云 大家看到这边有一个牌匾 这个是纪念我们马来西亚 槟城州有一个国会议员 叫做卡巴辛 他是一个律师 他曾经为我们这边 很多的老百姓 打了很多那些官司 而且是免费的 所以成为了人民的代仪式 但是在一个交通意外 他去世了 人民为了纪念他 帮他做了一个纪念碑 就是我们这边一个地标 对 然后这条路就把它命名为 卡巴辛路 槟城这边就感觉人更多 更热闹一点的 我们吃饱了饭 溜溜溜 就说你在槟城来 你基本上见到的都是华人 因为槟城的华人占比有多少 六成以上 六成 还有百分之十几是外国人 对对对对 外来移民 外来移民 对吧 所以说你们到这来 你会感觉到真的 比中国还中国 因为他这边 外来移民也包括很多中国 中国人 那这真的是六十往上走 往上走 对 因为我们今天 你看这转一圈 对 全是华人 这边全部都是个爱马的电瓶车 中国 中国 这是中国的摩托锡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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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以为这是韩国来的电瓶车 就是在马来西亚大街上是不能走这个电瓶车 那就是我就说只能摩托车 对 难怪我就说他为什么摆在这儿 这算是公园区域 他们可以租一下是吧 游了去 因为我跟蔡大哥已经是认识真的是一年 然后我就说这次我回到马来西亚到槟城 刚好这个小主哥他要到槟城来玩一圈 他没来过这边 哎呀 今天晚上我们是 今天晚上是住到这个蔡大哥家里 刚好家里有两个空房间 哎呀 我家就是一个旅馆 我把它当做旅馆 因为平时我也是很忙的找回来 对 哎 谢谢了 谢谢了 我俩前几天啊 一直是处于每天check in check out 每天都是换房间 每天就是跑 总算是能到蔡大哥家里头就有好好的休息两天 好好的充充电 对对对对 休息一下 太辛苦了 大哥也是天天在这个西瓜和头条上 时不时的看视频啊 对啊 看了四年了 哈哈哈哈 因为疫情的时候他们困在家里 别粉了 对 哎三年多啊 三年多 2020年的三月份开始开到现在 所以他老早就私信我 然后我们就在私信上有联系 然后那时候我到马来西亚 只不过就是因为当时可能你有点忙 还有就是我的视频是之后的 我都离开槟城了 对啊 他说哎呀你到槟城了 你我我我我我我给你讲了 你已经往马来西亚南部去 对我已经往那边走了 所以说我就说哎呀下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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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的 好了这个视频啊就到这结束啊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 点个关注点个赞 谢谢蔡大哥啊 小竹哥也在这儿 走 我们就先回去 这好久没喝这么好的茶叶了 你今天不是量的一百七十七 对啊 哎呀 福建 给你们说一下啊 就是槟城这边呢 基本上华人都是来祖籍都是福建人 就对包括蔡大哥 蔡大哥祖籍也是同安那边 就是他们这边呢 跟那个厦门市类似于姐妹城 对姐妹城 就是经常动不动举办这个闽南语 什么歌友会之类的文化交流 蔡大哥吻人啊 唱闽南语歌非常好听的 等会儿等会儿跟我们随便哼唱来去啊 我们现在电视上还放的呢 等一会儿啊给你们看一下 我先喝完茶 这是蔡大哥的简历 蔡老师 这是今年四月多份吗 对 世界闽南语清闲 朋友各位歌手们各位嘉宾们 在下午 大家下午好 一鸣一鸣 今天呢是隔了四个多年之后 在我们这个闽南这边呢 再次来办这个全球闽南语赛 歌唱大赛海选的晋级赛 来蔡老师 闽南语这个赛区有哪几个赛区 东南亚 东南亚有印尼印尼有两个赛区 一个是苏北梅南 然后还有一个是叶加达赛区 然后新加坡赛区 马来西亚有两个赛区 一个是中南马在吉隆多 一个是在槟城北马赛区 然后还有文莱赛区 还有泰国赛区 这些都是我负责的 我是东南亚区的总监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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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为了就是说是 东安人 然后是南下高到这边来 因为那时候他那个年代的时候 刚好在福建那边 东安那边发生的那个鼠疫 哦 就整个村就很多人就得了这个传染病 那时候他们很多就离开的 然后到这边 我记得我大伯以前 我小时候我听我大伯讲过 就是因为我爷爷他很小就过来了 他没有受到什么教育 但是那时候在中国跟日本 那时候在打仗的人的时候 我爷爷就通过我大伯 因为我大伯是在他们兄弟里面 他算是学问比较好的 受的教育比较好的 所以就叫我大伯那时候写通过书信啊什么啊 就寄钱 那时候就去抗战 哇 那个年代我们 我爷爷就 以前的人啊 就我爷爷那一代代的 爱国亲户 他觉得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那边 参与什么事情 但是在这个财力这方面 自己能够做到多少 就尽量处理去做多少 那个时候确实东南亚很多华人啊 捐钱啊 就帮着抗日 对对对对 就通过某一些 被管道 然后把这个钱寄过去 然后我 就是我大伯那时候 就做的这个这个东西 那时候 那些书信什么 我大伯还收留着 哇 这都是历史记忆 对对对 还有刚才我想说 我说 就是海外华人啊 在不有余力的 在就是 凝聚华人的力量 然后宣传比南语也好 怎么样也好 其实也就是让这些 新一代的年轻人 保留得非常好 对 因为我们这些传统 如果你没有把它一直延伸下去的话 一直流传下去的话 那可能这个传统就没了 所以就每一代的人就要教育他们 什么季节 什么节日 这个节日从哪来的 清明节是从哪来的 什么节日是从哪来的 我们这些都在 这些可能在我们马来西亚国外 东南亚在课本上是没有教到 但是在家里面 生活中教 生活中的中 对 前辈 上一辈的人 他会把这些东西传下去 教育一下 这就叫中华文化的传承 对 这是蔡老师临时被叫上来 拨了一个选手 那是冬天的 他还没有教育 那是表示 那么 arkadaşlar 漫才是 tools 你家里面的传承 这家人的传承 其实这个图理 成这样的传承 网友 对 比重 读书 读书生活了差不多四年 但是闽南语呢处于一个忘光了的状态 只会说是听上一些闽南语歌曲 然后我还会哼唱一些 我会唱一点 贵贵 作语 我追得个忍 请不吝点赞 订yez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詞曲 李宗盛 歌曲 李宗盛 我都十几年了 我是06年到10年 在厦门 17年了 对 十几年了 06年去的 我那时候 就是大概上学嘛 在家上住着 外加上我还在那儿实习过 有经常我们 就是同事要乱七八糟去KTV 对 那时候我们 我以前啊 真的要是再多待个 待几年 就差不多了 应该能学圈 但是现在十几年过去 我真的是 学不来了 学不来了 就是马来西亚 华人这边啊 最近也在听刀狼的歌 我会认识 我认识 可以认识 这首歌曲是在讲某一些人啊什么这样子 然后有些人他们就会通过一些网络他们去查询 这首歌曲他里面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更深层次 更深层次对 他间接的学习了一下中文嘛 对学习了一下我们的中华文化真的是博大精神啊 哈哈哈哈哈哈 不简单啊 在同一首歌有时候人家听一首歌就这么简单的一首歌 但是你会通过里面他只能表达一些内容 含一个词要表达的东西原来是这么大的 这么多的这个很不简单 这个我们把它封身 哈哈哈哈哈哈 太厉害了真的是 因为我本身我也是创作啊我也是写歌去年 就是我其实算是记录加攻略新博主就告诉大家多少钱在哪坐车坐船 然后消费能力如何怎么样子 就针对自己的消费能力去受行则 对对对因为我这个属于一个没有特别经过加工的那种真实情况就是我被坑了那我就告诉你们我真的被坑了 提防大家小心被坑了 对对对然后然后就是哎呀我觉得这个挺好的我就极力推荐一下 其实有的时候有的餐厅啊我一旦给你们发坐标了啊这个餐厅坐标了我就觉得这个确实可以 我都没发坐标你们就不要来了知道吗 我也不吐槽 对对对 就这样子有些国家确实是就帮大家踩踩坑避避雷有些国家就帮大家做做攻略啊怎么样坐船坐车多久能到就这样记录攻略新博主 说实话其实其实我本人很少看我的视频 我们我们这些没有办法整天往外跑的就超羡慕的就看鞋底的视频来满足我们个人的 那种影啊知道吗 谢谢谢谢谢谢我争取不负众望走一百多个国家 对拍一百多个国家的视频和集给大家 帮我们去看一百个国家 好 我现在可能因为我我今天下午跟你说过说我这次出来我都没想到是自媒体什么成功什么的我也没搞懂 所以说我下一次可能回来出回国以后休息休息就学习一下剪辑然后再买更专业的设备就拍更好的纪录片 现在我真的是我说我一个理工出来的我没想过当一个什么环球旅行博主啊 这确实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没有想到没有想到没有想到待那么久 我今天这个视频这个视频过下一个视频我就我就说真的 我本身的人生规划当个理工挺好现在一下突然变成了环球旅行博主 所以我这些年我就说因为我本身我搞不懂这个什么机构啊然后什么直播带货广告什么这些东西我自身我到现在其实我也没闹没太闹明白 对啊就是你唯一的一个博主我没有看到你做这些东西啊 我主要是我自己我都没搞懂就包括什么挂小黄车什么的我都不知道什么什么橱窗什么的我到现在我自己都没研究 对啊什么橱窗那些对 对我都没我都没研究过这东西我的所有的时间我全拿来玩来了我觉得这样挺好 想说当下目前所行所看到的对对就够了我觉得这四年是挺值了走遍全球认识全世界的朋友你看这不就是对这又认识一个在槟城的蔡大哥哎 这个歌唱的挺好我以后会走上这个我出道吧你把我培养一下 哈哈哈早上好我们现在啊要出去吃饭你看这对这是个洗车的停车地儿吧嗯我们现在到了老陈区当趟这边我们现在啊是到这边来哦大树下海鲜饭店 天天天就是吃好喝好啊嘿嘿深门海鲜的啊我们今天啊是一大桌子人在这聚会啊 冰城这边的华人很多啊六成以上的今天啊我们一大桌子人啊一块聚一下啊哎让这小哥帮我们抓个像我站在这边来对我现在是录着像的对对对对啊好好菜已经上齐了 我也是鞋底的铁粉然后这位是我爸爸这位是我妈妈也是铁粉两位老铁粉每天准时看的然后这位呢是我弟西还有弟弟他们也是鞋底的铁粉大家都是很支持鞋底希望鞋底走更多国家 我们继续看 问娘娘啊还提起陈墨啊陈墨你下次来啊就找娘娘 哈哈哈 陈墨来来吃吧对 看来陈墨的这个 他喜欢吃榴莲 对陈墨喜欢吃榴莲 鞋底不吃榴莲 对我不吃 哈哈哈 我是扛不住那个味啊 这个是咸鱼加花南包 花南 哦 我来点大饭 因为鞋门啊沙巴那边这个 确实是潜水啊出海度假真的是无敌了 小马太多啊那边 对啊 这个是你们潮州蒸发的 山台鱼 山台鱼 这个应该是一点辣味都没有了 你不用太拘谨嘛 这些叫做叫什么镜头恐惧 镜头恐惧啊 对对对 哦你们祖籍都是潮汕的 哦 这边好多我知道是福建来的 这潮汕也有一些 哦 汕头 哦 都有回去 有回去 哦 就在那边应该有祖谱啊什么都有吧 这个这个是什么 豆蔻 豆蔻水啊 再来个饮料喝一下 哇我们在这一直聊天 太浓了是吧 太浓了 太浓了 这个这个味道我怎么也没喝过 喝过 喝过吗 我没问题 因为我没个比较 因为我没个比较 对你你你你放点盐进去我都 我都不知道 这啥 啊 它原味的 啊 没放糖是吧 没放糖 它不加糖 因为你们常常喝的那种是加糖加水的呀 呼 我没问题啊 我没问题 对 好了好了我们吃完饭了 有机会我们再见 对对对 有机会有机会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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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谢谢了啊 拜拜 拜拜 我们这个视频下个星期我们就得看到 我们七天以后 七天以后 哈哈哈哈哈哈 我还看了我自己 哈哈哈 尤其是温娘娘 每天准时等我更新 你看 也挺好的 拜拜 保持联系 茅山王看到 就是因为 中国大陆那边都在吃茅山王 导致的马来县啊 本地人都 我们都吃不起了 吃不起了 这太夸张了 是炒作的 现在价格太高了 周末好多人啊 都到这边来了 这是信州桥 就是以前是不是姓周的人都住在这一带是吧 对 过一会儿那边听说还有姓李桥的 周桥 哦 这还真的是一个桥 对啊 对啊 我还以为只是个地名 没想到 对 还真的是用这种木板这种盖的桥啊 就是往前走就可以看到大海了是吧 对 现在我们是在海上啊 它这个木板架出来的一个桥 现在两边居民 很多人都把房子租出去了 现在开店 哎 这不就是那个选举那个旗子吗 昨天 对 昨天选举 对 周桥 哦 这边还可以坐船出海兜芬是不是 这是 这游客 后面拿 没有 哦 这就是槟城 昨天投票的时候按的手印啊 柔柏没有 柔柏就没有投出来 对对对对 对对对 这样子啊 我就说呢 你们怎么手指头都是黑不留心的 这个要好几天才能够 好几天才能洗掉吗 一个星期 哦 可以可以可以 好行玩得愉快啊 玩得愉快啊 好好好 记得关注哦 谢谢谢谢谢谢 鞋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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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什么鞋底 环球旅行 好行 好拜拜 拜拜 谢谢谢谢 感天宫 这边这个云彩啊 你看很低哦 你看看 而且是蓝天白云 然后呢 朝这边看 那边是 冰城一桥 那机场方向那边 呵呵 要下雨啊 我那时候去 沙巴的山大根那边嘛 也是很多华人呢 他们那边主要都是 祖籍是广东人 号称小香港那边 他们很多华人也是住在这个水上 就这样渔村 因为他们本身的话就是 打渔出身 然后可能为了看好自己的这个船只呀 或者是渔货什么的 就索性就把家安在水上了 这应该跟那边是差不多这种的 马来西亚很多华人生活的社区有这种义务消防队啊 这就是说华人自己捐钱 对对对对 自己筹款的 自己筹款做的 自己筹款办的一个小忙 对 姓李乔啊 哎呦 这姓李的这个排场蛮大呀 这个啊 国泰民安分调与顺啊 姓李乔 一帆风顺二人同心 三阳开泰四季平安 五福临门六六大顺 九九康泰十分愉快啊 他这边就没有商业化 到现在都是本地居民在这居住 你看 万事皆成 岁岁平安 齐天大圣 孙悟空 槟城这边的华人啊 把这个传统保留的真的是 太完整了 青岩宫齐天大圣 这里真的是有齐天大圣的雕像啊 就是我现在才了解到啊 这个义务消防队是没有工资的消防员 对啊 没有工资的 全部都是义务的 然后他们这些消防员呢 都是有震担在自己的一份职业 然后全部出自于职业的 没有任何的工资 就是轮流过来当消防员啊 对对对 就是他们的会员他们会轮流 这样子 然后谁有空谁就出勤 这样子 然后他们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 因为这边很多都是 木制的栈道啊 木制的桥啊 木制的建筑啊 对对对对对 而且他们每一个区域 就是他们的这个义务消防队 他们管的负责的那个区域都很小 所以他们在很短的时间 能够第一时间赶到那个现场 而且这个义务消防队所有的资金来源 都是靠民间我们华社去筹款 好 对对 我呢姓李啊 就是四川的嘛 南充人 我们那边呢 很多都姓李 啊 我们那边呢很多都姓李啊 尤其是我们那个家族啊 都是有辈分的 什么我爸天子辈 我子子辈 什么的 我们族谱显示的就是湖广田川时期 就是我们那个李家那边就是湖广田川时期去的四川 我祖上是一个当官的叫李凌云 我们都有我们都有记载的呀 然后像我每年回家哎呦 我先是到池塘上先去磕头烧香 这样四年没回去了 今年回去肯定也得好好的烧点香磕个头 好了 现在准备先去找个理发的 对对 这音乐才子啊 这个头领上都不需要太多头发 你看刀狼 哈哈哈哈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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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们蔡老师是不是 是不是 才华都 哈哈哈哈哈哈 有才华的人都不需要头领上太多头发的 知道吗 尤其是搞音乐的啊 昨天我们还唱这个罗沙海誓的我想的 对对 你可以你可以你可以接着唱 哈哈哈哈哈哈 好了 这视频就到这结束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 环球理晶记录片点个关注点个赞 就这样子了 拜拜 哎呀总算是找到了 而且是很靠近 对啊 就这边有六七层停车场啊 全满的 现在周末啊 这 槟城人都出来了 哎呦 哇 车内和车外是两个世界 啊 我们现在逛商场啊 然后想在耍个快捡里个发 啊 今天是这边的周末啊 所以说人太多了 停车折腾了半小时吧 嗯 这都转了好几圈了这儿 哈哈哈哈 这个一定要看着人家走哪儿 看游客 从这边出来的就是要离开的 要离开的 对 他走哪儿我们等着 很大一个商场啊 他这边有专业理发属于快捡啊 拿了个号 20块钱一个人啊 这边夏天啊 真的是多呆商场啊 吹空调 对啊 等到天下太阳快落伤了 再出去溜达 34号 火势36号 好了好了 现在给我理发了 他这边属于快捡啊 就不用洗 直接捡 就并脚啊 然后后边啊 剪短一点 然后其他地方打薄一下 剪短一下就行了 就发型 基本保持不变 我这头发太厚了 对啊 他这也不用洗 就拿那个吸尘器洗一下就好了 你理不理啊 顺道 请你理个发 哈哈哈哈 他要付钱给我 你让我们这个发型师很难为情啊 从哪边走啊 对 蔡大哥说 我不抽音 我不喝酒 你看我还不理发 是不是啊 我 这就是我开奔厅的理由 呵呵呵的 哈哈哈 你们两个星期理一次发 我一年耍了24次 对啊 我找来的就是我的车 开奔厅 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停车场 它是六七层 刚转下来都把人转晕了 不过这个理发确实理得挺好的 速度又快 最重要的是它不会给你逼哒逼哒 知道吧 你这个头发有点干 你这个换个颜色是不是 你得怎么样捣鼓一下 或者办个卡 今天免费 国内现在套路太深了 哎呀 坐下来它就直接跟你理了 除非你有特别的要求 要求他讲一声就好了 然后全程他就不跟你讲话 对 也不绝对不会让你搬卡 至少是不是 对了 国内听说 我看那个有时候看网上说 杭州理个发 最后还背了几万块钱网贷 我说这什么东西这个东西 这个我都不敢去黄州理发 我说这个 我发现啊 槟城这边确实是热闹 好 你看今天周末人都出来了 你看我们来海边喝个咖啡 停车又是个事 知道吗 全是人 全是车 走 这咖啡厅都是人坐满了呀 这个 没有 给现金 49块钱 三杯摩卡 拿着咖啡 哎呀 到海边去看一下 这边是冰城的一个叫做巴都心仪的一个沙滩这边啊 沙滩长的 这边还可以骑马呀 哦 这个天气怎么说 不会要变天了吧 这个 海边没有垃圾 嗯 沙滩也不错 这海水呢 确实是只能 并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伦酥啊 并不是所有的沙滩都是马尔代夫啊 今天走到哪啊 都是 真的吗 小人敢停的 就这边 那个 那个位置 能倒进去吗 他停不进去 你可以是吧 我可以 哎呀 我跟你讲哦 就是 翻车的好处就是这个 他可以180度转弯 真的真的真的 就是这个 这个很少人会停的进去 哦 可以可以可以 就今天我们光找车位了 周末嘛 到处都是人 这边啊是东城饮食中心啊 满满的都是人啊 我们来吃 田鸡周围 OK 那配饭配走 公保田鸡 小份中份大份 大的 大的可以 大的大的 还有这个大田鸡要吗 好吃 炸田鸡啊 大的也是啊 没骗你的 炸的田鸡啊 我试一个小的就可以 可以 没问题坐那里 来E4 E4 还有吗 就是福建虾面是吧 好来来来 今天这顿晚上全我请的 鱼头米粉 这个鱼头米粉 但是我没有点的那个面 这个就不要 我再点一个这个 我们再点个 阿邦 阿邦 阿邦是什么东西 之前不是有吃过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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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就是那个 印度的 我在斯里兰卡 见到那个人 就做的这个东西啊 来 三个三个 好 来来来 没这没这 这个够了 这个够了 不够不够 这零钱不够吧 18块而已 18块钱吗 那是20的吗 好 来来来 一公斤 一公斤 他这个这个饮料真的是爽 可以说 就完全 完全不需要续杯的 这还能续杯的 啥水瓶 啥膀 这个 我昨天喝完以后 跑了好几趟 真的 跟厦门一模一样 这是冰城最出名的 面条小吃了 对对对 福建虾面啊 我们两个一人吃一半啊 我先用这个筷子先来 他这个辣椒你说怎么弄 拌 直接拌一下 你要是能吃辣 你就全道理 他不辣 再见 我就先吃个原味的 不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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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尝一下原味的 嗯 他还有点那个沙茶的味道的感觉 这个可以 你在狗仔煎 你在狗仔煎 哎呀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要不你再来 来一碗得了 我等一下 嗯 哎 或者吃那田鸡粥 我把这个先吃了 好吧 我等一下 因为小鼠哥是这样子的 他那吃的少 但是长的多 他吃一斤得长一斤二 这个很神奇 对吧 对吧 他这个能量手不手很难 对吧 嗯 对吧 不像我们 你看 我可能吃一斤是长二了 嗯 呵呵呵 投资不成比例 嗯 这个可以 这个叫什么阿啥 阿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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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 我吃过一次 就在那个 斯里兰卡吃的那个 对对对 嗯 烤毛啊 这个 今晚的这个重头戏啊 就是来吃田鸡粥的啊 这个虾面只是体验一体验啊 这个是正经田鸡不 对对对 田鸡是正经田鸡啊 不是牛蛙 不是牛蛙 对啊 这个啊 就是三口炫完啊 这个汤确实好喝 因为人家正儿八景拿那个虾壳炒啊 油啊什么的 反正很香 汤还留着 现在再来研究一下这个田鸡粥 看一下啊正儿八景田鸡啊 哇 好烫 来 他这边啊 我们还点了点这个 这个是油炸田鸡 这个 也放在这儿 我也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吃田鸡粥了啊 尝一下 快快快 他这有点烫啊 嗯 哇 他田鸡粥很滑啊 嗯 这手 嗯 确实你新加坡那个很激烫 嗯 这可以 这个是新加坡的那个我常吃一只 嗯 因为很知名啊 你去新加坡 你那次吃田鸡粥呢 他会介绍你 我吃的 我跟鸟哥吃的那个咖喱 那个香辣蟹 哦 就那个 这些鸡肉确实不错 嗯 嗯 有奶 到这边啊 就多当这个美食博主 你过来是增肥的 嗯 嗯 它是蒜的 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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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好一人一切 嗯 就是这个发型我就觉得挺适合 就是 剪了吧 就跟美剪 差不多 但是正儿八经的真简 就这样子的 呵呵呵 二十马币快捷啊 挺好的 好了 这个视频呢 到这儿结束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 点个关注 点个赞 明天呢 我们去研究研究这边的榴莲 小鼠哥他吃榴莲啊 蔡大哥也吃 我呢 看他俩吃 呵呵 然後我还要买票 想让他去坐船去兰卡威那边 因为我上一次来 槟城 我就没有去兰卡威 这一次呢 我说坐船过去 到兰卡威岛上再玩上两三天 嗯 因为小鼠哥的话 再过几天他就要回国了 他的假期就这么长时间 我把他送回国 嗯 到时候我再想办法可能去东马那边 好了 就这样子了 拜拜 今天是个下雨天啊 温度好舒服 我们最近啊 住在蔡大哥这边 他住的这边靠海 挺舒服的 我们先去码头 看一下明天的这个船票 去兰卡威的 我们先过来吃个饭是吧 就是很多人开这个方向盘 在右边这个侧方停车 就一点都不会了 要么国内的 是吗 因为反着的呀 这个 我当时我都没习惯 最后我是试了好几次 对 早上吃烧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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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人这个手法确实好舒服 正宗烧辣 这个 有啥呀 烧鸡烧鸭 哦 啥都有啊 这个汤啊 它就是剩下的那些头尾啊 对对对对 要炖个汤 这应该又有点酸的感觉 是吧 酸汤一样的 就是 这还有点酸菜的感觉 是 然后尝一下这个 就是烧肉 就是这个 早餐都吃这么好 哎 这个华人的生活区域 有些国家的人 哪要早餐哪要这么复杂啊 这个 这个 你看老外面 面包煎个鸡蛋 最多再来个培根 就差不多了 那你说我们这个是左脚右脚 我以后不说是左脚还是右脚 以前我们就是看那个TVB的那个电影 那个连续剧 粤语讲电影 它就是香港那个烧腊 鹅腿一定要选左腿 左腿是比右腿还要贵的 结果我香港的朋友跟我说 其实没差 它这个是都是在骗你们 你看太多TVB的电影了 而且肉眼怎么看出来 就对啊 来加个油 马来西亚油价便宜 你这个得加97 哦你在网上直接用这个油枪号输了一下 这好先进啊 97号是3块3 95号才2块2块4吗 2块2 因为95号是有国家补贴的 加完了 115块6毛9 好了 应该手机那边就直接扣款了吧 哦你还有积分奖励 有些它标题是98的 3块3 这和人民币97 98号汽油才5块1毛9啊 我的天呐你们这真的是太舒服了 它这个普通老百姓 普通老百姓加2块2的那个那个95号汽油才3块4毛6 95号 哎你们那边还有92的是吧 对有92的 哎有吗我也不知道 好我记得好像有9592 92 95 98 马来西亚油价为什么这么便宜啊 因为人家这个沙烙越那边这边都产油 你看文莱也产油 东南亚好像也就是 泰国的油也从我们这 对就是马来西亚还有文莱产些石油 哎呀对不缺油啊也不缺天然气啊 也不缺天然气 马来西亚超便宜的 对啊对啊我们一一桶15公斤的才20多块 对啊又不缺油又不缺气 马来西亚好好发展一下下一个发达国家 哈哈哈哈 有潜质啊人家不缺油不缺气啊 这两样已经很了不得了 哦昨天晚上在这边旅的发啊 这里算是冰城的啊 比较高商的购物中心 名牌这些都在这边 这个聚合调五星级的 嗯还在装修应该装修好了 嗯这个嗯鸡蛋鸡肉米啊这些东西啊 都很便宜都很便宜 柴银柴银油原出那些都是国家控制 控制在那个价钱不涨的 主要是什么你看油便宜 气还便宜 电也不贵电是多少钱一多 两毛多两毛三 两毛三那也就是三毛多人民币 哦那你们这真的在马来西亚 我说月收入过万啊 那就爽爽了 舒服 这边月收入过万在中在香港是过着亿万富豪的生活了 哈哈哈哈哈哈 请两保姆 对对对对对 整两费用了这样 家里不用打算 我们就请那些费用来打算 对对对对 月收入过万马币的确实可以在这边 对啊 蓝高位啊就那个啊 你看这些旅游业 说是不是说现在没船啊 关了 旅游业 还是 有点欠缺啊 关了 我就说这是在这边买的全部 对啊 那没事没事 不行啊 我们到时候坐 坐那个轮渡到玻璃室 就吉他那边吧 那边去 我都关了 我们现在啊 开着车去槟城岛的后山那边啊 去叫福罗山那边 爬山 爬山路 现在叫啥 福罗山 福罗山 福罗山贝 这个我们应该叫做福罗山后山 对对对 你们叫福罗山后 对对 一直往山 山上爬就对 对 路还好就行了 这新的 算好走了 哦 我上一次因为时间赶嘛 然后就没有来这边 哦 其摩托这个 对 对 上次就没有来这个 槟城的这个 应该算是山后 后山 对 哦 已经看到大海了 这边就发展了 这就相当于是 槟城的这个郊区农村嘛 这样子 福罗山 市中心 这是 OK 下去走一走 亚伯炒河粉啊 就在河边一家餐厅 那倒是真的是河粉 我们就是过来随便喝点东西做一会儿 因为现在还是有点小下雨 星期三休息 星期三休息 今天是星期一 这边主要就是炸河粉 炒河粉 炒果条 福建炒 虎咬师咖啡 这个是什么解释啊 一句都听不懂 这个很有感觉啊 好几家小档口啊 我们这点的是 给你们讲一下 这是裸架 这是裸架是啥东西 裸架 水果拼盘 水果拼盘 怎么还有油条什么事 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淋的这个是虾酱 虾酱哦 这边是一个油炸的河粉 你尝一下 然后这边是一个油炸的河粉 油炸的 哦 这个就是 叫什么 胡咬师 胡咬师 它好像那个摩卡的水 有吃辣椒吗 这里的还加辣椒了 没有 没有 不要 不要 来中国 对对对 从中国过来 我说这个要搭配辣椒 什么想法 这个 这个水果 刚我刚吃了个巴勒 这是个啥 素零 哇 这里有想法 看起来就很多巧克力 就是咖啡加巧克力的味道 那为什么要取个名字叫胡咬师呢 这个名字 不知道为什么啊 又起这个名字 就是加了很多这个巧克力粉的咖啡 这样 他的八原地是太平 太平 而且你你你老家那边是吧 嗯 这边这个榴莲的品种真的是好多 好多啊 讲不完啊 对啊 剃不完呢 黑吃 黑吃那个是黑吃 这个是猫山王 这个是土种 土种是啥意思 本地的 这不是本地榴莲的 哦 你看这边 这是猫山王 这么小一个 黑吃 它真的有一根吃的 哦 黑吃就是这样子一根吃啊 对对对对 哦 真的诶 它是马来西亚最顶尖的品种 这个 对 这个一公斤多少钱 50 50 哦就是属于这边最贵的 这边都是15 猫山王才30 这个称一下称一下 就现场给我们打开了 这个可以啊 对对对 64 你俩吃啊 我请 我们就 啊 这个大的猫山王 这哪个 猫山王 哎呀 这个 哎 真的啊 这个 哦 就没有那根刺了是吧 对对对 你看刚才黑刺 真的就有根刺啊 对对对 啊 那价格就跟猫山超那么多 哎 30跟50 在我心目中猫山王就已经是很厉害了 黑刺还比猫山王要贵很贵啊 黑刺是最珍贵的 这贵的 这个黑刺果然有一根刺啊 哎呦 现场开 好好 先不用找 先不用找 先吃 吃完这一个哪能够吃啊 可能过来再拿一点 可能不够吃 那肯定不够吃啊 对 我们就是说 哎呦 用紧我找你先 这里有二两肉吗 哦 这就是 老板我找你先老板 好好好 好 老板我找你先 行行行 这个肉都是这个颜色的 这是熟的呀 看一下 你吃了这个猫山王你都瞧不上了 桌子都要塌你看 这个颜色就是不一样啊 这个颜色 让我闻一眼闻一闻 哦好好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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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比那个老窝那个浓多了这个 这个 这个 因为老窝我说 我说 所有人我叫过去的 我说你们随便吃 你只要吃多少 我请多少 你没有一个人超过50块钱人民币的 我说你们这也太有水平了 哈哈哈哈 吃的他们都腻 哈哈哈 这个你们也是肯定吃 这个没有那么甜 对 它也是甜的 对 猫山王是比较甜 对 这个 这个榴莲的味道 无敌的是吧 上头吗 上头 哈哈哈 这个这个壶能留着 最顶级的这个 你吃过来这个味道以后 你就知道了 就是猫山王你都瞧不上了 瞧不上了 哇 陈墨估计喜欢吃这个东西 哇陈墨爱死了 是我们两个吗 陈墨的话估计一个人得干掉两个 两个肯定不够 上次是着急走 要不然的话 我们两个一人还能吃两个 这个 才是马来西亚最顶级的榴莲 叫黑翅 如果你吃的黑翅 猫山王你根本就不想吃 那个味道真的是差太多了 先上一万单黑翅 哈哈哈 也没有那么多 这一车就一颗黑翅了 很浓郁 而且它不会腻 它榴莲的味道很重 它不会腻 它田中带点苦 猫山王太甜了 对 看这个价格也知道 差太多了 猫山王才30 这个家伙50 对 猫山王在我们这里是便宜货 哈哈哈 真的真的真的 这个黑翅是真贵 嗯 它的味道哇 原来他吃了这个黑翅 小薯克以后他就不吃其他品种了 什么还不快点来 哈哈哈 我现在只想吃不想说话 不想说 哈哈哈 快快快快快 应该是一共有 打回去啊 没有这个 这个 这个没了这个没了 三红肉 三红肉吗 嗯 这是 这是啥时候摘的 这个 先搞个红虾 啊 不是不是对比一下 先来个猫山王 真的真的 对对对 这个是没味的 这个是中味道的 对对 那你再试一下 试一下 来 就是你先撑一下 猫山王才三十块钱一公斤 三十 没有这个小的 啊 大的五十 哦 那就是这个 二十八 二十八是有 直接开 对对对 三十块钱放这了 不用找了 不用找了 谢谢啊 这还有啥找头的 这有几房肉一般 很多 这个很 很多喽 嗯 来 来我给他们拿过去 你俩继续 啊 这就是猫山王发 黑刺 橘色 这个是橙色 这个是黄色 猫山王和黑刺 来 大哥继续啊 来来来来 你你你 你们 我是一口都吃不下去 我们就紫配看一下 甜 很甜的 啊 很甜 呃 有一点点甜 但是它这个口感 呃 味道浓郁 就榴莲味道浓郁 然后呢 有一点点回甘 嗯嗯 吃着没有那么腻 但它也是软软糯糯呢 就是 喊在嘴里软软糯糯 那边确实不沾手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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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 真的好吃 这个真的是我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 对啊 最顶级的 你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 嗯 那那我这句话我倒是信了 值了值了 我以前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 这个品种叫红虾 就是那个虾肉的虾 虾肉的虾 来来来来来来 继续 第三个 一口气让小树哥他们 十个够 四十五一公斤啊 这个多少钱 八十八 好开开开 这一顿把这个马来西亚的榴莲 吃个够 这个又是啥颜色的了 这是那里头有一方肉吗 没有了吧 有吗 应该有 哦 有 还有小两方 槟城福罗山原产的红虾 啊 这个颜色就是 比那个 黑刺要浅一点 比这个猫山王要深一点 就这么一个 来来来来 你继续 一口气让你吃个爽 目前 黑刺第一 黑刺第一 然后 一名 第二名猫王 第三名 第三名 红虾 哦 你 你一口气 这些 哇 它好像写高 像虾一样 小小 啊 它种子小小 哦 它种子非常小 种子非常小 那就是种子 软的 差距好大呀 这个 很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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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长一小块 糯的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不要 所以它不会 通常以前这个猫还没出来 它是第一名 它输了给猫王 输了给猴士 黑士 哦 本来它是第一名 状元 绑眼 碳花 一口气 这个是粘的 灌芽就已经全包了 对 大哥你继续啊 快快快 吃这个 种子 这个种子 这么小 嗯 全是肉 哦 可以 这个好 这比这个好吃 我觉得 红霞好吃 因为它 红霞比猫山还好 它没那么甜 它带苦 太甜了 太甜了是吧 就感觉像喝了那个 糖浆那种感觉 哦 嗯 比国内的好吃 哈哈哈哈 新鲜嘛 新鲜 新鲜 当天摘了 然后落地就卖了 哦 这是当天摘啊 刚落的嘛 新鲜的果 哦 新鲜还是很轻轻 这么一说的话 那想吃点好玩意儿 还只能亲自来了 来了 对对对对对 而且要来对月份 哦 几月份来对家 五六七是最好的 五六七啊 五月 四五月 四五六 八月是已经是尾了 尾了是吧 哦 然后你等下一批了 咱柜啊 咱柜是个桶 个桶了 四五六 四五六七是最好的 四五六七 好的好的 大家记着啊 四五六七到这来吃榴莲啊 那这样一说的话 那直接进过来 一人来到两个 来菠萝山 然后这些榴莲摊放都是他们自己的榴莲地 自己榴莲园 绝对没有经过二手批发的 你看甜度就看出来了吧 这两边都没有苍蝇 这边都没有苍蝇 这个超甜 苍蝇喜欢吃甜的 就那个88 88 这个还真叫红蝦 红蝦 红蝦 好了 哎呀 你俩是吃榴莲可以 我不行 我回去吃山竹 那还有 我们吃果王 你吃果后 三公斤山竹我慢慢吃 放在房子里 你们这个吃多了以后 晚饭估计都不用吃了吧 这热量这么大 闹了半天 我现在总算是搞明白了 小主哥第一名应该是黑刺 对 在我的排名里 第二名红虾 第三名猫山王 没有 还没到 你还没有吃到青饼 还有葫芦 葫芦 那还证明这么意思是说的话 那猫山王在马来西亚 那就是以产量出众 哈哈哈 就是说以这个真而发行 那是珍贵 珍稀成有度产量的话 你们本地人都是吃这些 我们都叫不上名的 一些品种啊 还有XO 还有SO SO什么东西 XO 对对对对 还带酒味的吗 有带酒味的 我说那个什么就是带酒味的 对对对对 还有那什么主角啊 鸡的共啊 对对对 我都没尝试过 还有那个肉流 肉流 肉流很香 那个很香 那马来西亚这个牛链品种确实多 芙罗 这是只有芙罗 芙罗 对其他的地方那都是那种杂牌的 哦 杂牌的就是那种 呃 我们槟城这边是 不会拿出来销售 他这是整框整框的卖 然后就卖给他们去做那些糕点的 哦就是 雪糕啊 榴莲榴莲 那个千层榴莲 蛋糕是吧 那个东西 哦 好了 那个好便宜啊 就五毛一块钱一颗 苏丹王就是那个那个XO吧 是吧 还是两个品种 不不不不一样 不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不一样 还有第24 嗯 那这样也 那确实是想要吃这种正儿八经的这种新鲜的 是吧 就得来马来西亚特有品种 佛罗 佛罗 嗨 大家好 我是鞋底 我现在呢还是在马来西亚的冰城啊 早上呢 我们先来吃一碗这个冰城正宗的桥头福建虾面 正宗桥头福建虾面啊 这是一家老字号啊 开了第三代了 啊 对的 对的 有虾还有卤蛋 还有丸子 粉肠啊 可以啊 这个价格好便宜啊 大碗的七块 小碗的才六块啊 正宗桥头福建虾面专卖店 从早上七点钟开始啊 哇 这个看起来就很有食欲啊 这个 对啊 对啊 再再再加点这个辣椒 哎呦 小肠加点 榴莲界的劳斯莱斯黑刺 今天吃个虾面界的劳斯莱斯 嗯哼 桥头虾面 嗯 他这个料好足啊 啥都加的 刚刚加的 嗯 嗯 可以 他这个汤啊 就有点 沙茶 沙茶的感觉的 那种 丸子 好吃 这点点位置啊 放上视频上 就在这个 老陈这边 你也走路都可以过来 价格也可以啊 加点东西的话 一个人也就吃个 15 15 15块钱左右啊 嗯 哇 这真可以 汤都得基本喝干净 真的好吃 味道好 味道好 极力推薦 极力推薦 就是说 也不就是我最近伙食好了 不然我得来两碗 我们现在要去车站了 今天坐车啊 离开槟城了 这里就是 槟城的汽车总站啊 楼上在装修 现在临时卖票在这儿啊 现在一个小问题 嗯 也不算是大问题 车票没了 他要晚上了才有车 他晚上去了那边 你没船了 没船了 现在就是说 蔡大哥开车把我们送到码头 一百多公里 我我我可以 我可以 像我 冷了就盖被子嘛 但是但是一定要是个温度 对对对对对 就就现在啊 这个槟城这边温度非常舒服 像住在蔡大哥他那边 没有蚊子啊 阳台门什么都开着的 我说这一点真的可以 然后就是冷 晚上我不开空调的 我盖着被子睡觉 哈哈哈 因为我 我说你们马来西亚人这边人 这油和电跟不要钱一样的 我去哪儿 一进去好多地方都18度 我把包冻了 我昨天都有点感冒 哈哈哈 昨天晚上我 吹空调都感冒了 对我昨天昨天是盖了被子睡了一觉 嗯 今天鼻子痛气了 这啊 说正正事啊 正事就是 按理说我们搜到的信息啊 就是说从槟城啊 也可以坐船快船去兰卡维 但是可能现在疫情 刚开发没多久怎么样 反正你看我们那天去那边 那些旅行社就是 船家都关了 不跑这条线了 于是乎呢 我们就想呢 坐船去呱啦 呱啦给达是吧 去呱啦给达 去坐船 对 我们现在就是说 110多公里 开车去呱啦给达那边 然后再坐船去兰卡维 现在就这么一个线路啊 要感谢一下蔡大哥 开车车把我们送过去 好了 我们现在走这个槟城大桥啊 这还是一桥 一般的话是不是去南边啊 才走二桥多一点 我们现在是要去北边吗 你说那个二桥没修好的时候 全都拥在一桥 一桥在堵成啥样啊 你看这个 看看看看 四架战斗机 列队飞行 可能拍是拍不到啊 我们现在朝着北边走啊 这条高速就可以到口岸那边了 马来西亚的路好啊 也是要收费的 ETC 18块7毛9 刷了 那那能管多久啊 这个只是进去 进去 出去才算钱 哦 分多少机费 这个也挺 他一公里折合人民币得多 折合马币都啥 估摸着 没算过是吧 哦 500米出去了 到兰卡威 很快啊 路好啊 一个小时左右就过来了 就从这边坐船 去兰卡威 对啊 刚刷了9块钱嘛 110公里 就当100嘛 9块钱 9是 9 9块钱 折合人民币 对啊 一毛钱一公里 人民币 人民币就是 一毛六 一毛六不到两毛 那我们那边 小五毛 哇 好多倍 一直在 chick in check out 对啊 很奔波 对对对 小主哥又要开启 chick in check out 哈哈哈哈 来到马来西亚才是私有事 对对 来到你家 你家里 对吧 他才没有天天收拾行李 哈哈哈哈 好可怜 对啊 我们先来蔡大哥一个朋友这边 这边是新搞的一个演播大厅 那就是一场是一场梦 随便你一批 还出现天归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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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虽然没有你 我还是我自己 说什么刺青又不语 说什么我爱你 如今依然没有你 我还是我自己 我加入你的公司 好久没唱歌了 好久没唱歌了 现在是在调试设备呢 我们蔡老师实厉害的 我们已经有一些了解 说过天后不难地回你失心 就在你转眼 发现你的灵 已经陌生不会再想从前 我的世界开始相选 温柔和我爱你 冷的脸隐藏了遗憾 我爱你 等到我的你明显 我和你温别 在无人间 让风是小默默的拒绝 我和你温别 在默默的远 我的心 等着一切伤悲 来 送给我们来自 苏川 以及北京的朋友 美男女 要请 逛逛 这些设备是 新道的 调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是三点那一班啊 下一班是五点我们买五点那一班 这不是马来西亚人就是34块5毛钱一张票 承认小孩是25 马来西亚人也就没便宜多少啊 差不多差不多太多 对我们买五点的那一班 OK OK OK谢谢 两张票 你装上 我特害怕 这个新钱留着 留着端纪念品